这部剧很多人评价两极分化 但是毫不影响她的热度冲上一销 读过三题 她照搬了 某秘密歌曲响起 叶文杰收到了一条讯息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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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但是穿过一个个不满仪器的房间 随着仪器的转动 以太阳为放大气 她还是发出去了信号 按下了那个红色按钮 很快时间来到2007年 一个女人在房间里 呢喃了一句 物理学不在了 因为她得知信仰 物理从母亲背叛人类 两件事情加起来 于是自杀了 于是这晚警方接到了一个物理学家 死亡的通知 警方开始侦查自家床上 不用安眠要自杀 在刑警队准备进一步侦查时 军方到达 以不容置疑的口吻 接管了这件案件 并且带上了刑警队被停职的石队长 浑身烟味 说话粗声大死 这就是刑警队前队长石强 史队长喃喃了一句 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 近期已有数名物理学家自杀 一时间人心惶惶 基础物理学的根基风雨飘摇 他叫汪淼 史队长带领军方很快转到达 找他的原因是因为 袭击处过他的技术 对于史队长流露出来的 玩世故宫拉到一边 显然他的粗俗不止是让汪淼 一人不适应 军官很客气地告知了汪淼 之前汪淼下午所有的安排都已经推迟 让他下午参加会议 随着门口军官的话 汪淼意识到自己这次必须去了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 汪淼被专车接了过来 史队长 史强队长 史强国家的高官 在这里统称同志 随着介绍 来自地球各个作战区的人员翻开资料 敌人的面目开始显露 刺杀地球顶级物理学科学家 在不到两个月内 数名顶级物理学家 在地球的物理 在遗书中质疑了 人类的物理学根本就不存在 自杀的杨冬也一样 坐在汪淼旁边的史强 压低声音告诉汪淼 他是最后一位自杀者 前天晚上服过两安眠药 他死得没有痛过 刹那间 汪淼居然对大使有了那么一丝感激 他死前所留下的字迹说 从没有存在过 对于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科学的物理学家来说 不知道他在死前有多么侮辱 战区这个不寻常的术语令汪淼迷惑 他还注意到 手掌好像并没有打算像他这样的新人 介绍来龙去脉 从不可能会有的那种新人 一把这种新人 做一个调查的奥区 最后一把这种三枝 都在今 ses没关系 所以他曾经历所留下的 这种新人 这是我来教好了 这样的线